各位星小三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上回中文班的第二課 我們略略說一下今天我們會有什麼筆記要做 首先我們會有一篇語道理解,篇章三 我們會一起做的 然後有篇章四,同學會自己做 兩篇語道理解之後就會有兩篇作文 都是比較短的文章 這裡寫作一50字 寫作二刊譜作文是不少於70字 所以都是比較短的作文 在講這個作文前,我們會先講閱讀理解 上次也有講過 其實在做閱讀理解的時候,第一時間看到這篇文章 就先將它標準段落 待會就不需要慢慢去數 OK? 總共有四段 其實這篇文章,大家看到第一段已經知道 它是講哪一個人物 就是這個岳飛 岳飛是一個什麼人? 如果你沒有聽過的話,可以看一篇文章 看看它是講什麼 我們一起看看 第一段,岳飛是宋代的人物 從小很有志氣,黑虎學習武藝 所以這是它的性格 所以它就練成了一生的好本領 第二段,岳飛長大之後就有外敵入侵 外敵入侵就是打仗 被敵人攻打他們 後面,皇帝被敵人捉了 那時候,岳飛就很想參軍 這裡參軍的意思是 即是加入軍隊 幫助國家趕走敵人 他已經寫得很淺 很想參軍,幫助國家趕走敵人 但那時候,他的父親已經去世了 即是死了 他就擔心自己去參軍之後 離開了家後就沒有人照顧媽媽 所以他就不敢去參軍 第三段 就是講回岳飛的媽媽知道了這件事之後 即是知道了她說 因為擔心沒有人照顧媽媽 而不去參軍 他媽媽知道了之後 就跟她說 要她放心去參軍 你看到這裡 媽媽就叫她放心去參軍 會照顧自己 然後她就在岳飛的背部上 刺了四個字 大家也有聽過 這四個字 刺了這四個字 即是紋身 紋在她的背部上 然後就鼓勵她要英勇作戰 為國家效力 OK 岳飛就謹記媽媽說的事情 謹記她的教導 在戰場上非常勇敢 這個也是她的性格 十分勇敢 立了不少戰功 立了不少戰功 即是立了很多功勞 即是打贏了仗 OK 最終她就成為一個獸人景仰的大將軍 OK 所以這個獸人景仰都可以是用來形容岳飛的 OK 一生都可以保衛國家 其實保衛這個意思 其實跟保護差不多意思 好 後面 就如她的媽媽所希望的一樣 盡忠保國 即是說 她媽媽當初在她的背部上 刺了四個字 她是完全做到的 OK 就是這樣 這篇文章大致上就是 介紹她一個 什麼朝代的人物 她的性格 OK 然後 長大了之後 她怎樣去參軍 那個過程 OK 然後 也有說回之後 她最後會是什麼結果 可以嗎 OK 好了 我們就已經講解完這篇文章了 OK 我們也用一個黃色的筆 圈低了一些岳飛的性格 看看題目有沒有問到 如果圈低了之後 待會有題目再問 我們就不用再重新去看一次 找答案 可以嗎 好了 第一段 這裡有四題的填充題 比較簡單 OK 現在我給8分鐘時間 大家完成這個練習 8分鐘 做這四題的填充題 OK 8分鐘之後就完成答案 好 吧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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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下一版 第五題 岳菲的媽媽在岳菲的背上似了什麼 這個真的不用看都知道 剛才我們已經提過幾次了 A 盡忠報國 其實有些書本或文章會寫在盡忠報國 不要緊的,總之我們現在做一個文章怎麼寫 我們就做一個參考答案 如果它是講盡忠報國的話 你就寫盡忠報國 因為會有不同的版本 所以有同學可能也聽到不是盡忠報國嗎 常識書有教過 但我們主要看文章怎麼說 如果文章是寫盡忠報國的話 當然要根據文章寫給你的資料去做 因為這是閱讀理解 因為它不是一個常識 它是閱讀理解 所以你必須看完文章 理解後做個答案出來 所以文章怎麼寫呢 你就怎麼回答就可以了 就算它跟你說天空是紅色 你也是要回答天空是紅色 雖然你覺得天空是藍色嗎 但也要看完文章 然後了解了理解了意思 我們才可以做到這個題目 就不要讓自己本身有的知識 去規限了你的作法 可以嗎 第六題 惡妃離開家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 她為什麼要離開她媽媽 沒錯 她要去當兵去打仗 答案就是B參軍 這題目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剛才看過文章一次 講過內容的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到的 OK 第七題 根據文章內容 B一樣是錯的 OK 找一個錯的 看看B是對的 OK A 惡妃成了一位受人景仰的大將軍 對 剛剛有說的 我們再看一次 先試一下 我們有一個這個 成了一個受人景仰的大將軍 OK 是有的 OK 好了 後面了 B 我們入侵的時候皇帝被人捉了 我們又看看是否正確 我們入侵的時候皇帝被人捉了 其實這裡已經有了 是嗎 OK 所以這題 B的選擇也是對的 好 C 她從此已經參軍 OK 這個我沒有說了 不知道是否正確 D 她的媽媽希望她盡忠報各位國家考慮 OK 又是不用再看到知是 OK 所以答案是C 為什麼 因為她長大的時候才會考慮參軍 可以嗎 所以 答案是C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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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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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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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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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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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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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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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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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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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5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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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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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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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 9 10 10 9 10 9 9 老師內心地教導我不畫畫 其實已經可以了 我給大家一些時間抄下這兩個作具 記住,作具起碼有人物、地方名,才叫完整 希望大家有五、六個字的作具就要作完 給大家一些時間抄下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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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文章會比較短,也是非常短 第一時間都是標段,第一,第二,第三段 下面只有四題的文章,後面是作句,我們稍後再做 我們只是做了這四題 我希望大家可以寫詳細一點,就是用長答的 第一題是水原來住在哪裏 希望大家寫水原來住在一個地方,不要短答,回答地方名就算了 長答的,因為你們開始升三年級,所以之後的考試或功課都要求你們長答 讓大家習慣一下,用完整句子作答,我們用十分鐘時間 中文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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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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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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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是照抄,只不过这里是水字 我们用我字转成水字 记住,因为我代表水 所以我们答问题的时候,就要把我变成适当的名词,就是水 第三题 风白白张口,把水从云里吹出来 风白白在云里吹出来 水化成了什么? 所以其实重点是水化成了什么 好了,大家看看这里 其实一模一样,化成什么?就是雨点 我们用完整句子作答的时候,就是水化成了 雨点 最后 最后 好了,其实文章是说什么呢? 文章就是说水本身在池塘里面 然后就会有太阳晒在池塘里面 所以水就会蒸发到云里面 OK 然后,有风吹的时候 那些雨点就会在云里落下来 去回池塘 OK 所以其实这个,你们常识都有学过的 这个叫做水循环 是的 这个是困难的 首先,我们要用完整句子作答 文章 所描写的 OK 这些是困难的 这些是困难的 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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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OK 水的循环是我们自己加进去的 可以吗 好了 都是啦 给点时间大家写下答案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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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如果大家写完的话 我们来看看下一版 下一版就是作句的部分 OK 那大家也是 要用刚才我教大家的方法 OK 我要完整的 OK 最好是福句 OK 寫多些不同的 寫完些人物 或者地方 时间出来 OK 希望呢 就可以做得完整些 OK 那这里呢 有五题 那我们呢 会给十分钟 大家完成的 好 那十分钟之后呢 那我们下集完整的 我们下集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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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生物 就是用整的 我们下集完整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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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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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Phoen 好嗎? 因為跟掛念是不同的 掛念是一個動詞,我很掛念你 這個思念是不同的,可以嗎? 給大家一點時間 大家可以在... 你那句對還是不對,稍後就靠大家分享給我看 然後這兩句,一個你當作是例句 你可以寫在下面這些空白的地方 讓自己參考,可以嗎? 我給你一些時間,不需要拆掉自己那句 你那句是否對,我稍後會再看 只不過這兩個例句,你可以抄在一個空白的地方 等自己以後可以參考,可以嗎? 現在給你一些時間,先抄一下 現在給我一些時間 有一個月的時間 有一個行程 我給你一次給我審理 我給你一些時間 我可以這麼多人 我可以特意一起去 我選擇了很快 我一定要做太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大家写完之后可以看后面的作词 第一个作词 标题是《我的家庭》 用最少50字写一篇文章 它已经给了三个问题引导你去作词 第一题 它会问你你家里有什么成员 成员的意思就是你和谁一起住 你就不需要写我有表哥、表姐、十个表弟 你只需要写你家里有多少个成员 首先你可以说有多少个 比如有四个成员 四位成员 记得 写数字我们是要用中国数字 譬如是四位成员 譬如 根据你家里有家庭去写 譬如有多少位成员 四位、三位、五位、七位都可以 可以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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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你們自己有的成員 可以嗎 爸爸媽媽 哥哥姐姐這些字太簡單了 我就不再教你們了 但是記得 一開始的時候你可以說 我的家庭有四位成員 即是你寫有多少個 然後包括有誰 但是提醒你們 譬如你寫 爸爸媽媽 因為有些同學很奇怪 他們作文會發現 沒有用標點符號 永遠只有句號或者句號 要記住 爸爸媽媽 因為他們都是一個家庭成員的例子 所以他們是屬於同一類的詞語 所以我們中間會用一個頓號 去分隔 可以嗎 先寫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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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就是 你會如何形容你的家庭 好 形容 我們會用一些形容詞去形容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的字去形容家庭 例如家庭 我們可以用什麼形容詞呢 例如是幸福 幸福 幸福的 記住 或者是 和諧的 好 好 好 這些都是可以用家庭的字來的 善用詞或者詞語 好 好 給你們一些時間寫下以上的字 對 同學可能寫得慢一點 不要緊 好 好 我們多時間 你慢慢寫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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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大家应该写的差不多了 看看这里 我们一开始就像这个蓝色的梯子 写回你的家庭成员有多少个 包含了有什么人在里面 然后写回你们一起做的活动 例如做运动或看电影等类似的 如果你有想到其他一些 例如野餐、放风筝、踩单车等 都没问题的 但你可以说我们会去哪里 写详细一些 我们会去哪里 或者是逢星期日 可能是爸爸妈妈放假 就会带你去做些什么 这些就是你们可以写在这一段内容 写详细一些 因为虽然说50字 是不是好像很少 但其实 你去说自己有多少个成员 包括有哪个 其实是很有限的 占什么字数不多 所以你试试最详细 就应该是中间 红色这里一起做的活动 譬如你每日 每个星期日都会去 交易公园去野餐 然后你会有什么感觉 譬如很开心、很放松 亦都很珍惜一起的时间 类似这样 OK 到最后 络色才去再形容 你觉得你的家庭是怎么样的 对了 那些形容词去形容你的家庭 OK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是写回一些真实的事就可以了 OK 不需要作得太复杂的 OK 那我们这里只需要 因为字数比较少一点 是的 那我们用10分钟的时间去完成 好了 那大家应该都已经作完了 是不是 那这个作文呢 那待会下读的时候 大家都是请回你们的家长 拍照 拍这一篇文章给我们 WhatsApp给我 是的 那我就会帮你去批改的 对了 OK 那我们写作一看完之后 那就看看写作2 了 那写作2就是你们的功课 好了 那大家看看 究竟这个作什么 和刚才有什么不同 你见到刚才我们是作我的家庭 是的 是介绍自己家庭的什么成员 或者是你们会做的活动 你怎么形容你的家庭 但是这里我们是看图作文的 就是说 你要看完图片 然后去理解一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就把它写成一个故事 可以吗 你可以看到 它要你跟着顺序去写的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1,2,3,4 已经给了次序 那究竟每一幅图有什么特别 或者有什么字眼可以用的呢 好了 你见到 第一幅图 其实它是有个太阳 而它有个云 对不对 那有个女孩 就准备它做什么 拿着个 这个是什么来的 是一个男子 好 那这里呢 天气是怎么样的 是的 本身这个天气是天晴 是晴朗的一天 OK 但是呢 到了第二幅图 你看到突然之间 这些是什么 这些 是的 是突然 突然 突然下雨 它会写什么突然下雨 你可以是突然下起雨来 就是这样才是正常的一个写法 突然下雨 是不对的 可以吗 好了 然后呢 它突然下雨 所以它又怎么样 它就要加快它的脚步 那你就写回它要去哪里 拿着蓝 可以去哪里 OK 加快脚步 好了 第三幅图 第三幅图 你看到本身它的样子是这样的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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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第三幅图 它已经在笑中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方法 遮住鱼 它就是用它的蓝指 OK 就放在自己头上 OK 所以它就觉得 比较轻松了 或者没有再那么紧张 OK 那最后 最后 你看到它还没买菜 因为蓝指仍然是空的 可以吗 但是呢 已经怎么样 太阳又出来了 或者天气呢 已经是转程了 所以呢 它又回复它本身一个很轻松的心情 就可以继续去买它的东西 OK 这些呢 其实就是一些可以给你作文的时候 可以是参考或者用的词语来的 可以吗 那也是 给点时间大家参考一下 先参考一下 再来 我先来来 对 对 好 好 好 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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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